现在咱们已经把这个数据源 就是这个RNDB给它制作好了 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实际的去训练这个模型了 要训练这个模型 咱们还需要做一些东西 咱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来说 就是说咱们需要指定这样一个 tune.proto.tft 也就是一个咱们的配置文件 在这里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tune.proto.tft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文件相当于什么 我把这些都挂了吧 这个文件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网络的目录结构 它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写的 就是说这个网络从上到下是长什么样子 咱们就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给它写上什么参数 这里咱们先来说一下 我先记一下 这个AlexNet的图 我已经给大家放出来了 咱们这里就是 刚才是第一步了 我看看 刚才是数据是第一步 咱们第二步就是训练网络 二训练网络 咱们要训练一个AlexNet的网络 那么首先先给大家再回顾一下 这个AlexNet网络是长什么样子吧 在咱们的入门课程上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关于这个AlexNet网络的一些细节问题吧 咱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首先呢 这里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吧 我先给它放大一些 再放大一些能不能 不能放大 再放大到下样图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的一个数据的输入 它是一个227乘227再乘3的吧 它是一个彩色图 咱们刚才制作数据员的时候啊 是不是已经给它做成了一个227乘227乘3的了 那么这一步咱们相当于已经给它完成了 首先来说呢 它会经过第一个卷积层 它的第一个卷积层啊 它会有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啊 我怕大家忘了 再给大家回顾一遍吧 这个参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通过吧 一层卷积之后 不是可以得到一些特征图吗 咱们比方说 想得到多少个特征图 那么NumberOutput 就是说 咱们要得到多少个特征图 比方说 你想得到96个 咱们就把它写成96 然后呢 这个ConeSize啊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Filter 咱们指定的这个卷积核 它的一个大小是等于11乘11的 这个东西啊 不是我指定的啊 是AlexNet这个论文作者啊 他给咱们指定好的 Stride什么意思啊 Stride等于4就是说 咱们不是卷积的时候 要进行一步一步的滑动吗 咱们一次滑动几个单元格 咱们这回啊 在第一层卷积上 是一次滑动四个单元格 那么经过完第一层卷积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知道了 现在一层卷积完之后啊 图像原来是27乘27再乘3的 那么经过卷积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55乘55的 这个55乘55啊 就是说卷积相当于一个特征的提取嘛 它会使得你当前的一个输入啊 大小会发生一个变小 然后呢 后面乘96啊 就是说咱们这个图的一个深度 或者说是有多少个特征图 因为呢 咱们指定了96个特征图嘛 所以说这里啊 咱们就得到了一个特征图是55乘55 再乘上一个96的 这里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软路咱们就不说了 都是每个卷积完之后啊 都会接这样一个激活函数的 对于这个pooling来说呢 咱们也需要指定一个kernal size 还有一个stread吧 kernal size等于3 stread等于2 相当于啊 对咱们的一个网络进行了一个特征再提取 或者说进行了一个特征压缩 再对于这个pooling层来说啊 它就没有参数吧 不像咱们的卷积层 卷积层你是指定了一个卷积盒吗 咱们指定了多少个卷积盒 每个卷积盒呢 有不同的参数 对于pooling层来说啊 它是没有这些参数的 所以说直接呢 相当于对咱们特征啊 进行了一个提取的操作 那么后面呢 其实啊 也都是相同的操作 还是卷积齿化 卷积齿化 一直到最后呢 我们来看啊 一直到最后一层卷积之后 它是得到了一个6乘上6乘上256的 256啊 相当于是有多少个特征图 然后呢 把这个卷积啊 或者是齿化完的结果 给它转换成一个全连接层 就是说转换成这样一个特征向量 通常情况下 咱们是给它转换成一个4096维的特征向量 然后呢 最后啊 我们看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一个 最后一个全连接层 它给它转换成什么了 对于原始的AlexNet 它是转换成了1000个类别 也就是说 它是要做一个1000类别的分类 但是呢 对于咱们的任务来说啊 咱们要做一个几分类啊 咱们做这个人员检测嘛 所以说 咱们是要做一个二分类任务吧 咱们要稍微改一改 就把最后一层全连接层 给我改成一个二就可以了 其他的咱们都按照人家原始的一个格式啊 来去做 都是可以的 咱们现在要改点东西 哎呀 要改点东西了 我们就直接写改成吧 把最后一层全连接改成 改成你要分类的类别个数 比方说咱们当前的就是这个二啊 就写一个二吧 人员检测来说就是二 如果说你要做个多分类来说 你想做多少分类 你就改成多少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IT啊 它是怎么样写的呢 首先来说啊 就是说 我们要先写它的data层 就是数据层 在这里啊 大家需要改一些东西 如果说你想自己训练的话 需要把这个RNDB啊 位置给它指定出来 比方说这个sauce啊 在data parameter里边 我们需要指定这个sauce 就是说你制作好的这个FaceTrainRNDB啊 它的一个路径 在乌邦兔里啊 有这样一个小技巧 大家来看啊 我点中这个文件夹 直接Ctrl加C 然后呢 在文件夹里啊 我再进行一个Ctrl加V 直接就可以把它的路径复制下来啊 不用咱们再去把路径啊 一个一个打出来 或者说右键属性再复制过来 直接复制那个文件夹 就相当于复制这个路径了 这个RNDB咱们不用动 这个BestSize啊 就是说一次训练 你是想进行多少次 就是说一次咱们是一个P训练嘛 你一P想训练多少个数据 在这里呢 咱们先给它指定成16 那么一会儿啊 大家在训练的时候 就会看到了不同的BestSize啊 对咱们一个网络的速度影响啊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会儿咱们训练的时候啊 再说这个事儿 还有啊 就是说咱们parameter里啊 也可以指定这样一个参数 就是说咱们要不要进行一个减均值的操作 减均值的操作啊 就是说 通常情况下 也不是说通常情况下吧 有些情况下 咱们需要对一些图像 就是说每个像素点都减去一些均值 那么这个均值文件啊 在cafee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均值文件 就是说 在你的这个cafee的路径下 比方说 有这样一个data 就是 我就不带大家看了 就是一个data文件夹下 有这样一个东西 咱们可以给它指定出来 然后让它的参数名字啊 等于minfile就可以了 嗯 我其实我通我自己身的一个实践角度来说啊 这个减均值对最终的效果影响 并不是很大 不见得会使得咱们最终的效果 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大家也可以自己的去实验一下 看一看我减不减这个均值 对我最终的结果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 这个Mirror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要进行一个镜像的变换 如果说你把这个Mirror指定成true 什么叫镜像变换呢 咱们不是做好了这样一个数据集吗 这个数据集当中 可能这个人点是偏左一些的 我给它进行了一个镜像变换之后呢 还是这个数据集 哎呀 这个大小画的不太一样 进行完镜像变换之后啊 这个数据大小是不会变的 比方说原来是27x27 进行完镜像变换之后啊 还是27x27 一开始这个人点可能是偏左一些的 那么进行镜像变换呢 相当于做了这样一个对称 那么它就是偏右一些了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数据集啊 再进行一个扩充 做一个数据增强的操作 数据增强呢 就相当于咱们把数据啊 又翻了一倍嘛 每个数据你都做了这样一个镜像变换 是不是原来3万张数据 现在就相当于6万张数据了 变换操作啊 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有选择的 可以大家进行自己选吧 我建议啊还是去做一下 因为呢 通常做变换操作啊 会使得咱们的效果稍微有一些提升的 在这里呢 我们看啊 这个对于数据源来说 咱们这样有一个include的像 include的像呢 它里边的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吧 这个是tune 这个是test 也就是说呢 数据源啊 咱们要写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训练数据的数据源 一个是你测试数据的数据源 在这里呢分别需要指定好了 你这个tune的rndb和tide 和一个valuedation的rndb 它的一个位置 以及呢 batch size或者是mira 向指定好之后 咱们就相当于完成了 这样一个数据源的操作了 完成了数据源操作之后啊 就是咱们要写一系列的参数了 按照咱们的这个tit里边啊 咱们就可以按照它去写 比方说第一个选机层 我们看number output的96 11 4 是吧 我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也需要进行写 916 11 4 把它呀都当成是一个参数 进行处置化 不是处置化 把它们这些参数啊 给它指定出来 然后呢 这里啊我们看 有一些其他指标 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这个指标呢 就是说有一些学习率啊 这个学习率啊 就是说 因为一会儿呢 咱们还有个sower文件 在sower文件当中呢 还会写一个学习率 这个学习率 这个1啊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倍数了 比方说 你是基础学习率的几倍 比方说 w是基础学习率的一倍 b是基础学习率的两倍 这些啊 咱们可以指定出来 这样一个倍数关系啊 其实指定 指定多少 对咱们最终影响 并不是很大 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就是 那个基础学习率 是给它指定成多小的 好 那么这个啊 就是一个 number output的 然后kernal size 然后stride的 接下来呢 还有一项就是一个 咱们w参数的一个处置化 还有b参数的处置化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让这个w参数啊 让它进行一个 高四的处置化 指定出来这样一个标准差 是等于0201的 均值啊 默认就是0的 然后呢 对于b参数来说啊 它是啊 因为b参数 对咱们最终 就有影响 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呢 对于b参数啊 咱们让它进行一个 常量处置化就可以了 让它是常量什么呢 就让它等于0 就完事了 这个啊 就是一个卷积层啊 之前如果说 大家对于卡费这个 不太熟悉啊 也可以参考我另一门课程啊 有一个卡费基础教学的课程 在那里面呢 会大家非常详细的去讲 每一个参数啊 都表达什么一层含义 这里啊 只是带大家 简单的去过一遍 这些参数 对于铺定层啊 confer层 其实都是这么写的 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说了 咱们直接看最后吧 最后有一个全连接层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全连接层呢 就是这个fc8吧 我们看对于这个fc8来说啊 它就是最后的一个全连接层吗 在这个全连接层当中啊 咱们需要指定一个参数 非常重要 就是说最终你想分成几个类别 我们看这是number output吧 最终咱们是一个二分类吧 所以说在这里呢 咱们需要给它指定成一个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做一个二分类 你给指定成8呀 不能做一个八分类 你给它指定成2啊 所以说咱们需要给它指定成一个明确的指标 你做个几分类 咱们就把最后一层的 这个参数写成几啊 这个东西 没办法复制过来 所以说只能在word里啊 给大家通过这样一句话来写了啊 这个虚拟机和我这个word啊 它是不同用的 没办法复制过来的 最后呢 这个loss啊 还有acquery 就不说了啊 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给它指定好了 这个配置文件 就是咱们要训练这个网络 需要指定好每一个层的参数啊 大家在复线的时候啊 不需要改任何东西 只需要把它的一个数据员的位置给它改好就可以了 好